这里主委要赞广告 下年是我们学校创校150周年的演技 对学校的歌述感 提升和创意 学校有解准订一个专题演习 耶~~~~~ 太好了,阿環 喂,別吵,你們知道甚麼是專題研習嗎? 不知道 對呀,Mr.San,究竟甚麼是專題研習? 問得好吧 其實專題研習是屬於探教式學者 大家要由問題出發 發現一個問題之後 然後就著有關的問題去搜集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會做整理、分析、 然後還要歸納這些結論 再提出一些新的電影 那問甚麼問題都可以 對呀,我想到 如果甚麼問題都可以的話 我最想研究的是 為甚麼女人不懂得這麼肥 對呀,我都很想看到這個題目 對呀 不過這樣,因為我要配合學校的主題 150周年領典 所以我們做這個專題研習 都應該搜集有關方面的資料 其實我也為大家做了四大方向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我們這次專題研習的主題 就是創校150周年 大家作為聖心的學生 你們可以想想 究竟我們可以為學校創設甚麼呢? 做甚麼可以改善學校現在的環境呢? 例如我們可以想想在創造空間這一方面 會不會有一些地方我們可以善用到 而令到學校的空間更加寬呢? 又或者在另一方面想想想 我們的校服都已經用了很久了 會不會又想想 自己一個新的校服 讓大家耳目一深呢? 大家天天上課的課室 亦都可以想想 我們這個課室的環境 怎樣佈置才可以令到它更加完善呢? 還有,因為現在我們要環保 綠化校園都很重要的 大家有沒有想想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學校的環境更加美麗呢? 這些都是我們作為聖心學生可以想的 其實除了這四個方向之外 大家都可以想想另外一些題目 你們也可以請教一下你們的老師 如果大家都沒甚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開始想想專題研習的題目 記住,你們一定要由學校生活中的問題出發 我對於課室的佈置也挺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課室的佈置比較難調 激發給我們學習的氣氛 我試過參觀過學校那些 看到他們課室又大 而且還包含掛了一些不蠻老式的學習作品 不如我們去做主題吧 這個題目也挺有趣的 我也同意的 不過我有另一個看法 你知道四樓那個天台快要拆了嗎? 四樓天台? 哪裏啊? 即是四樓那個課室 外面還沒做滿了植物的 好多蚊那裏 是啊 就是因為太多蚊 所以學校決定要搬走那裏的植物 不過我在想 如果搬走那裏的植物 那我們的綠色環境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想透過今次的專題練習 來找一個教育的方法 啊 你這個題目也挺有意義的 我都很喜歡你做 啊 你覺得怎樣? 一 好 我們一起想想我們的專題練習 題目的名字 嗯 嗯 嘖 我愛吃環境 嘖 這個也不是由問題出發 唉 也不知道有沒有聽書 老師也說了 一定要由問題出發 為何可以留下校園 很老道 也不是老不老道的問題 而是這個問題也針對不到我們的練習題目 好的 憲勸怒暴環境怎麼扮 啊 好 不如我們一起去問問老師 看一看 好 你們想的問題也不錯 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記得由問題出發 非常之好 不過呢 接著落地的檢查 又打算怎麼做呢 我們想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嗯 好 不過只有我們三個已經不夠 對呀 我想我們要去問一下 其他老師們 和學的意見 嗯 啊 我知道了 我們可以用問卷來搜集資料 嗯 對呀 沒錯啦 不過這樣呀 設計問卷和訪問技巧 我們也有很多要留意的地方 啊 對呀 特別請了一位 快要升中學的姐姐來幫你們 記得留意吧 我是Vivian姐姐 現在我會教你們 設計問卷和訪問的技巧 的 我們設計問卷 可以以多種形式法文 常見的包括有 是非題 選擇題 短問題等方式 記住 是要視乎問題的內容 而選擇適合的方式法文 針對你們的題目 欠缺綠化空間怎麼辦 你們想知道同學 贊不贊成綠化校園的 你們可以用是非題 但是 如果你們想問同學 想選擇什麼地方放置植物 你們就可以用選擇題 如果你想問同學 為什麼要找那個地方放植物 你們可以用短問題 嗯 嗯 因為杜姐我覺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都要來發散 嗯 不是 設計完問卷之後 我們還要訪問人 不如繼續教我們訪問的技巧 嗯 訪問是指我們面對面 透過發問和回答的形式 去搜集資料 目的是可以深入了解受訪者的觀點 那是否每人都可以問的 當然是要找對象 你們現在的題目是 欠缺綠化空間就科馬 是有關學校綠化環境的題目 那你們問學校對面 那雞蛋仔的阿嬸 你們當然要問校內的人 例如老師、學生 或者清潔嬸嬸 那又是呀 那究竟我們要訪問 有多少人才夠啊 如果想要個問卷調查 有代表性 起碼要訪問四十個人 蛤?這麼多? 都不是啦 他只要我們都公佈了 一人都是十幾個人 嗯 那又不是的 訪問時需要注意的事項有 訪問之前要介紹自己 然後簡略描述 研究目的 我們是六B班的羅浩一同學 我現在正在做這份專題研究 題目是 欠缺綠化環境集魔法 你可以接受我們的訪問嗎 好 沒問題 好耶 訪問的時候 都要保持態度誠懇 紀錄時 用點列的方式 摘錄關鍵字 好 請問 請問 你覺得學校需要有老法的空間嗎 都需要的 好 先記住 訪問時 其他同組同學可以攝影訪問的花水 訪問完畢的時候 要感謝被訪者的 師父 我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不用多謝 嗯 我們現在分析了問卷 不如立即用照片 我們總計數據了 好啊 好 不過呢 統計是不夠的 我們還要分析數據 嗯 對 嘿 我已經分析了數據了 似乎最多人覺得 在操場擺放植物 是最適合的 那我們就行動 拿一盆包到操場 試試是否真的行動 好 那我們就要龍樓下去 觀察一下植物的生長情況 逢一、三、五 就能去觀察 二、四就是你 你住得那麼近的話 星期六有空就回來看看 OK 好 那些植物都生長得不錯啊 是啊 還綠的 挺漂亮的 等等 為什麼少了兩盆 啊 是啊 數一下 一、二、三、四、五 咦? 沒有了兩盆 我記起了 那時姐姐說過 打籃球 打爛了我們兩盆 哎呀 那真的不是辦法 我們現在要選用 第二個最多人選擇的選擇 去試種植物才行 這個這麼多地方 似乎每個地方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 是啊 是啊 我們記住要將我們試過的方法和一些結果 記錄在這個專題集裡面 嗯 沒問題 一切已經記錄在岸 好耶 我們終於完成了 對了 真的做得很漂亮 我發現你們今次呢 在專門有個表演 真的喜好之好 我發現大家呢 在分工方面呢 都很像神和 而且呢 又大家有商有能 協助阿通 不錯 值得省眼睛 我們給他們很多心驚啊 是啊 真的好 Mis Nawa 你們很值得鼓勵啊 把我們有些什麼想 是的 因為呢 我看到你們的分工做得這麼好 無論呢 不知道你們的整理呀 分析呀 以及你們的意見論呢 都能夠讀到 所以呢 你們的最好的獎位呢 就是有機會呢 在所有的老師和通學面前呢 做一個專題集播 耶 成功啊 啊